大家好,又是我們 GameplayHK 今次我Elly想介紹一個很有趣的筆 這個我很久以前跟阿俊都不時玩過,但忘記了拍片 就是多重影分身術 這個筆就需要有一個朋友幫你手 在同一個世界中 然後就找一間山譜也好,非法譜也好 總之只有一個出口和有門 之後叫朋友用車頂住門,就像現在這樣 我現在開始玩多重影分身術 其實道理很簡單,我們就需要離開世界 我轉進鏡頭給大家看看 其實我是離開世界,但我的人物還在山譜裡面 不停走路 大家明白為什麼我們要把車子塞住門 因為他不能走出來 看看他想怎樣 再說一次,這個不是Elly,這個是NPC 接著我們就回到阿俊的世界 記得叫阿俊千萬不要走開,要看著NPC 我先洗回去 我們選了這間山譜 就近日式大樓 阿俊仲在看著我 我的分身在裡面 先鑽進去,找一輛低的車好一點 因為可以鑽進去 找一下我的分身 分身 看到了 不知道為什麼 我的頭髮是轉了顏色 你看,整隻孔爪的顏色 大哥,什麼事 但阿俊看,兩個人是一樣顏色 我的頭髮 搞什麼分身 那我多少分身 嘩 想打我 喂喂 神經病 為什麼這樣 這個人很凶狠 我先離開這個世界 神經病 我再離開就可以有多一個分身 如是者,你想要多少個分身 你自己決定吧 我們又用阿俊的鏡頭 看看他怎樣打我 這一刻我應該是在按鈕離開 當我離開了這個世界 那個NPC 兩個NPC就和平,不打架 很好笑 欣賞一下影分身 喂,搞什麼 他們想離開這間山譜 但是被阿俊的車頂著 完全不能離開 他們的動作很好笑 最後我做了五個影分身 加上我自己有六個 阿俊又進去吃花生 如果用阿俊的鏡頭 其實是一樣的 不知道為什麼用我的鏡頭 會有不同顏色的頭髮 我被人打 阿俊只可以用我頭頂的名字 認到我是誰 整件事很搞笑 讓我先打阿俊 哈哈 至少NPC不會像我這樣打阿俊 NPC是會脫毛 又用阿俊的鏡頭欣賞一下 Elly在這裡自己打自己 我又再打阿俊 還有一切 那些是NPC 那種是NPC 打死了一件 消失了 大家有興趣的就要有一班朋友一起拍分身 如果有越多朋友就越快 因為現在我找了阿俊幫忙,如果有幾個的話,其實一個人站著看著,其他人都可以不斷複製自己 還有一些地方很奇怪,阿俊就會看到死屍會消失,但我會長期看到自己的屍體 這個就不知道為什麼是Walk Star弄出來的視點有個分別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這個這麼搞笑的無聊影分身術的筆 其實嚴格來說也不算是什麼筆 如果大家喜歡,記得按讚和分享我們的影片,謝謝,拜拜